人在這邊 這樣拉的 主任好像是一個以工作為樂的人 工作就是他的生活的重心 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重點人物 這個不可思議來自於 除了他的專業性非常獨特之外 從早到晚這些星辰的天移 對他來說好像不關注不重要 他從早早到晚上很晚可能十點多 都還守在中心守在他的實驗室 當年回來台灣的那個時候 正是台灣的狀況滿緊張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往國外飛 我也曾經在飛機上問過我自己 為什麼我是逆向 跑回來台灣 我1947年出生77歲 我沒有去買新的腳踏車 實際醫院每年都會有一些拍賣的 花100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台舊的 被丟棄的腳踏車 不過修理起來可以騎 可能要花一千多塊 讓他可以再使用 他很環保 打餐一定都是用自己的餐可好 像我跟他說 主任你怎麼可以三餐都吃同心圓餐廳 整年這樣吃 他跟我說不會啊 青菜很多啊很好吃啊 他生活單純到 我覺得很簡單的生活 你看不到他什麼慾望 就是命運太多人要浪費時間 我覺得浪費時間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盡量不要時間浪費在排隊啊 等電梯啊 時間要訪貴 我是1971年 美國60年去美國 出國留學 那另外研究所之後 因為工作的關係 搬到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骨髓資料庫工作 本來我出國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回國 所以發現我自己可以有一個專業 可以幫助台灣的骨髓資料庫 來建立好自己檢驗的這個技術平台 實驗室就毅然決然地辭掉我的工作 由一個年輕壯年 要從加拿大很斷然地 捨掉他舊有的工作 那麼好的福利 有長期的休假 這些都要捨掉 還有家人 要捨離家人回到台灣 那我也曾經在飛機上問過我自己 為什麼我是逆向跑回來台灣 最重要的還是把自己所學的東西 貢獻給我出生然後長大的地方 磁脊骨髓幹細胞中心的 美肌基因實驗室呢 主要就是基因配型的檢測 這些基因配型的檢測 對於組織相容性有非常重要的關係 所以它的目的當然就是要讓 捐贈者跟受贈者的配型可以測出來 然後去察覺他們的準確度 適合或者不適合做移植使用 這個是在我們骨髓幹細胞中心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驗室 主任現在在推那個次世代定序 又比現在我們所做的平台 又更精準 就是技術一直在堅定 這一批 這一批有多少堅定 這裡 他買手在實驗室 而且他非常的不會宣揚自己 他就是很默默的 他每年會發現很多新的基因配型 上傳到WHO 這些都會註記在台灣的新發現裡面 然後再看看你還有沒有其他的 類似的三角形的西瓜 那神經有的西瓜 就是有一個三角形的特徵 那像這個浮在上面的是什麼 好像有 這個是雜質 雜質 他揚民國際他也不會去宣說 一直到我們有一年要SNQ 國家品質標章比賽 然後再討論要用哪些重點 哪些特色來呈現的時候 主任才拿出他 歷年來研究幾百篇的論文 上傳到WHO的成果 我們才非常驚訝 主持其實很漂亮 器官裡面到時候都很漂亮 他是有接受醫生的委託 幫他們養細胞這樣子 他也是屬於如果他能幫人 他也會盡量去幫 因為我是他有間級代學的業務 所以跟主任比較常聊天 他沒有主管的價值 所以還會跟我們開玩笑 就是有點冷 對 有一點有冷笑話 對 這個牙齒的神經緣 你剛喜歡嗎 看這個的樂趣在哪裡 他要唱歌 你看一下 沒有樂趣 很辛苦 看他活得很高興 那死掉就不好 他會養一些植物 他想要看會不會開花結果 什麼 植物是很漂亮 真的很可愛 很安靜 都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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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唱歌嗎 他會聽歌 看他們長得很快樂很高興 我也覺得快樂也高興 九樓的福天樓 後面的窗子可以看到 整個中朝要圓 所以是一個 休息眼睛的好地點 那邊也有一塊你的小花園 你是秘密花園 看到植物的成長是滿有趣的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生命力的強壯 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都可以生長生存 這是很特別的 植物的一種特性 他生活飲食 這些都好簡單 我都在懷疑他可能整個禮拜 都沒有走出校門過 這是慈禧大學的致富 他當時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這邊有一個洞 我就找到了一塊布 然後上面有一個pattern 然後就請人家幫我縫上去 我的筆電速度是有點慢 但是我覺得看用就好 可是他跑這麼慢 剛剛他在睡覺 所以你願意配合他 對啊 用多久 很久了 很久了 整舊的電腦 家裡不要才給我 誰給你 我小孩 我怕我的手機會叫 不安心好了 他乖乖地睡覺 他拿的是公務機 公務機沒有網路吃到飽 所以他平常不太看來 他就是可以這麼淡然 在生活上無所欲求 照射乾細胞跟HLS 他的生活全部 他對病患的那份愛 讓他這麼固守在這個單位 全年幾乎無休的 除非出差 或偶爾回去彰化故鄉 幾乎都是以中心為家的 當工作感到疲倦的時候 走走路 忘掉工作的負擔 也是很好的一個笑情 看到年輕的孩子 覺得年輕真好 我心裡常常覺得 主任雖然沒有培訓受證 但是他很多精神理念 跟對上人 這份尊重跟奉行 還有他內心那份工作的熱忱 他是深藏在內心 他沒有表露於外 在主任身上看到非常全然一個 沒有修正的慈濟人的典範 他在各方面都不遜色 任何一個慈濟之工 主任平常就沉默寡言 在這邊奉獻也無所求 我喜歡扮演一個非常低調的一種角色 其實我的個性是 只要有兩個人 我通常都是聽眾 那你怎麼會願意接受我們採訪 我沒有接受 我沒有很願意 那開玩笑 我沒有充分地為這個中心 來做宣導的話 那等於是我的失職 對我們中心是有益的事情 我一定不會拒絕 對 謝謝